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战斗最后的黎明 这些死士到底是从哪里过来的 我们被包围了 必须尽快下决定 你上去把王将干掉 这里交给我们 是你 你居然还活着 凭那些不完全的进化药 居然能活到现在 真是奇迹啊 看来卡塞尔随问那帮人 也不全是富有 看啊 黑天鹅港的故人们又重聚在一起了 我们的圣诞树呢 快点起烟花吧 今晚每个人都有礼物 是的 我们又重聚了 从蛇齐八家到海底高天园 再到原氏重宫 我一直都想把你清除掉 但你也活下来了 我很惊讶 可今晚不会吧 今晚 我们都会成为真正的幽灵 这可不是圣诞夜该说的话 我已经送给了邦达列夫少校 一桩交椅作为礼物 而你 一份完全的进化药物 今夜这里没有交易 也不会有什么完全的进化药物 只有三个旧时代的幽灵 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交代 邦达列夫少校 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 来吧 让院长给你第二次生命 少校 你是禁服完美 你的弱点很少 唯一的弱点 就是你太弱小了 嗯 你也引用了古龙的血 是啊 就在昨晚 我把自己也变成了魔鬼 为了杀死魔鬼 自己不先变成魔鬼怎么行 真是疯狂啊 邦达列夫少校 可我真喜欢你的疯狂 这样的我们 本该是朋友了 不是 直到现在 你还觉得我和你是一路人 我是为了艾尔格正义来杀你的 多么无趣的笑话 人不可能背叛自己的欲望和野心 背叛了欲望和野心的男人 没有活在世上的价值 牺牲那么多人命 只为在王座上做一千年 并且随时准备着被新的王杀死 代价是否太大了 代价确实很大 可如果 在十五列中往上滑 我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我对白王的遗产没兴致 神如果彻底苏醒 必将引发浩劲 我亲爱的朋友 帮他礼服首相 你是作性太久 所以入戏太深 你甚至 都仅仅自己是谁 你当然不会明白 因为 你不喜欢女人 女人 所以你不会成为一个父亲 你不会理解一个父亲的所作所为 也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 见鬼 袁志生怎么会来这里 哥哥 快 封锁电梯 哥哥在王将面前未必有胜算 他低估了王将 独照封肩 计划变当了 我们现在就上去堵截王将 你随时准备击杀 我就知道世上所有人 都靠不住 路面飞 准备狙击 原来还有别的客人 是你邀请的吗 跟我没关系 但他是皇 即使你我联手 也没那么容易杀死他 我们应该离开这里 你难道不考虑杀了我吗 这样你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种情况下 我能够杀得了你啊 你是半径旱 而我只是个普通的混血种 但志生可以 所以逃亡是你最好的选择 看来你是打算选择电梯了 那好 我也选电梯了 因为你这只狐狸 从来不会把好处让你来 你选错路了赫尔佐格 这条路 是通往地狱的 王将给绝正宗狠狠狠来了一下子 这绝对是致命伤 绝正宗抓住了王将的刀 他反击了 漂亮 确实漂亮 相比起来我和楚子航 恶战死士群都不算什么新闻 我们不是已经毁掉了 绝正宗的养殖场吗 这是王将设置的线索 他也想杀死绝正宗 等等 死士群撤退了 有人在驱使死士 鲁明飞 奔格尔 观察东京塔周围 有没有可疑的目标 没发现可疑的目标 去掉你们 东京塔周边只有五个人 不 不对 是六个目标 第六个人 在东京塔顶上 美女你好 老爹 纸上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别的的力量来说 红数 只如我一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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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是自己的结局 我也没想到 我本以为你这种人的结局 应该更精彩 再见 你这样耀眼的男人 应该有耀眼的结局 如果我是你 我会选择从那个窗口跳下去 世纪大跳楼 各位现在正在欣赏的是 猛鬼众领袖 代号王将的和尔佐格博士的 跳楼秀 师兄 小心败了 师兄 废柴 废柴 我是说你 你的背后有一艘飞艇 果然谁都猜不到自己的结局 师兄 可恶 王将跳上了飞艇的旋踢 他要逃走了 赛克莱 你将射击士免用 射击飞艇后面的方向过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王将 智女 你怎么会在这里 和乌鸦夜叉商量的结果 料到您会来特别瞭望他 所以决定派人手保护您 我是唯一适合的人 得赶紧找人来清理现场 还有 帮我叫医生 你是乱吃了什么药吗 是保存下来的太血 不过 用血情疗法的话 再活几年 甚至十几年 都是没问题的 也许 也许 足够活到 参加你的婚礼 智女 你怎么会在这里 和乌鸦夜叉商量的结果 料到您会来特别瞭望他 所以决定派人手保护您 我是唯一适合的人 得赶紧找人来清理现场 还有 帮我叫医生 你是乱吃了什么药吧 是保存下来的太血 不过 用血情疗法的话 再活几年 甚至十几年 都是没问题的 也许 足够活到 参加你的婚礼 我知道了 因为黑天鹅港的事情 你也不会原谅我 但请你不要因此记恨置身 还得放弃你们的命 是我下达的 那些死士人 也是我豢养的 他只是个 对我太过顺从的孩子 老爹 应 我在听 电梯开门的时候 我会压制住死士 你带着郑族先生去电梯 别管我 这不是我该做的事 嗨 你愿意跟在我身边做事吗 你给我吃的 我跟你做事 那就这么说定了 从此你就是我的手下 你会做什么 说定了 我只会杀人 你给我吃的 我帮你杀人 不 我不需要你帮我杀人 我自己就会杀人 但我缺少一个漂亮的手下 你愿意当我手下的漂亮女孩吗 可我不知道 你喜欢什么样的漂亮女孩 我也不知道 但试试总能做到 成交 你给我吃的 我当你手下的漂亮女孩 天花是女孩子的美德 严雷 王权 不 水银和铝热剂燃烧带 真的能杀死神吗 为什么忽然问起这个 从既往的屠龙案例来看 能对龙王晋目标 产生致命伤害的 往往不是科学能解释的东西 你比我想的还聪明 但你还是同意了这个方案 我们手中还有其他的武器 如果龙本家主的计划失败 该跳进红锦的不是她 而是我 我已经猜到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 如果我也失败了 就只有把惠丽一扔进那狗尖了 她是我们最终的武器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惠丽一小姐其实是个鬼 对吧 是的 她是有史以来最强的鬼 家族需要她的能力 她被作为武器来养育 随时准备牺牲掉 难怪一直以来 您和郑宗先生 都对惠丽一小姐那么关心 那种关心是很虚伪的 就像武士擦拭她的配套 是啊 如果想看雨的话 我去给你拿一把雨伞 听到这样残酷的真相 不想发表什么意见吗 说我卑鄙残忍什么的 没觉得 我们都是武器 挥断了就挥断了 你是把自己也看作武器吧 大家都是凶器 同病相连就好了 我去拿伞了 如果这件事顺利地解决 我想去法国 要不要一起去度个假 荣幸之志 老大 师兄 你们抓紧时间啊 上面只有鹰一个人在战斗 他会死的 我 我们被死尸包围了 自身都难保了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救 谢谢 谢谢 上主 对不起 以后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还请一定要 智升 振作 我们都是你的武士 武士倒下 还有新的武士接替 但君主不能倒下 不 不 我去开汉马 我们分头离开 你带智升离开 务必把他带出去 知道吗 应是陷落在阿富汗的日本里 通过出卖自己 而有几对杀人才活下来 后来 他在家族里 冲到我七八百万里 我问他 你愿意做我手下的漂亮女孩吗 他说 你给我一尸的 我就跟你 他就成了艺 他会模仿 会卫妆 他的眼睛 蓝得像是大海 他在我身上 而一身的时间 他只要 那只奔本的眼睛 终于还是飞走了 飞得莫死已张扬 像一朵烟花木粉 你自己在哪里 这 惠丽依恢复得怎么样了 状态已经稳定下来了 醒来之后吃了点东西 不用再说葡萄糖了 今天下午有个寄给她的油包 是她以前玩的那些玩具 还有几套衣服 她看上去很高兴 她高兴就好 只要她平安回来 什么都好 另外 我准备送给你的刀 已经打好了 记得查收 老爹 老爹 少叔 回去吧 不 再等一会儿吧 救我 糟糕 肯定出事了 厨子航 跟我去救风筋琉璃 你 陆明飞 你们先回高天远 有时候 有时候还是觉得苍凉 悲哟 悲哀的时候 应该喝一杯 七风苦雨的晚上 能跟您对谈 真是幸事 是 对我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敬金先生 我也敬 Herakles 多亏你们回来了 我差点就跟不住了 你 你没死 是 欢迎回来 她怎么了 王将没有死 她应该是被王将的帮子生 控制了精神 和陆明飞那次一样 但陆明飞能挣脱出来 她不能 你 你有权保持沉默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 我都会告诉你们的 但请不要着急 让我 慢慢地想明白 这样会说得更清楚些 我现在的样子 才是我原本的 你们每次看见我 都多多少少化了妆 但我没有哥哥长得好看 小时候 我一直想 我要是能跟哥哥一样就好了 哥哥那么完美 却有我这么不起眼的弟弟 但哥哥的墙 不再携头 是她的心 她一旦决定了 要做正义的朋友 就一生都是正义的朋友 后来 居正宗带走了哥哥 作为原家的孩子 而我 则遇到了王将 他教我歌舞技 并给我服用 藏了净化药的烈酒 剩下的记忆和母 我只知道 警方的结论是 镇上连续多名女高中生 被同一个杀手杀害 在一夜之间 我杀了十四个女孩 把她们的尸体 制成辣化的人体塑像 并给她们穿上戏服 可我只是在做梦 梦醒来 就被哥哥刺穿了心脏 她把我的尸体 投入深井 永远锁上了井盖 她会来找我的 王将 她会回来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杀死王将 你们 要取得哥哥的信任 连你都无法杀掉王将 你这么确信 你哥哥就可以了 哥哥还握有最后的底牌 他手里有上山慧宁 他虽然在某些方面极其残缺 但他拥有龙王级的力量 日本真是遍地怪物的地方 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们还得去吃早饭 要我们问你代理什么吗 听门我所做的那些事 还把我 看作朋友吗 在你变成恶鬼之前 我们即便不能算作朋友 也该算作盟友 如果王将真的找到这里来 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 亲帅地说出要保护谁这种话 是愚蠢的 可是 谢谢你 你是知道 我喜欢阴的吗 从他刚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很好看 像一朵黑玉京香 但你知道 我们这样的流氓 如果跟别人说 你喜欢一个女孩子 是会被耻笑的 你 你放心 我们是兄弟 我永远不会嘲笑你的 但您喜欢的是老大 其实 其实我挺为他高兴的 老大是个好男人 虽然有点婆妈 我这辈子就是个流氓 独棍 毒棍 阴谋家 和斯文秦寿 我也中意过不少漂亮姑娘 反正 你也不会想 你 你放心 只要是你看中的姑娘 我 我丢个强也要给你抢过来 我们 我们 我们可是少女的跟班 其实现在这样 也挺好的 你 你 你没事吧 我去他的原智生 那么好的姑娘喜欢你 怎么就跟个娘们一样 无动于衷呢 一定要注意 有一点不对 马上向我汇报 你的噪音显示 有了一台挖掘机 也在朝我们的目的地前行 好久不见 你 你 好久不见 你 好久不见 你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